老师呢,要教你一些事情,调椅子,记着,站在椅子的后面,OK,第一个步骤,make sure it's hard,这个跟我的钢琴是平行的,就是straight,alright,第二个步骤,要找我的距离,对不对,距离,所以我只要坐,大概把它跟着三分之一就好了, 那我怎么知道距离呢,我首先放在any key,那个tiffany,要不要示范,老师先示范,老婆你回去,follow,OK,我现在录录影带,你回去的时候review完,那手臂这都要打直,要跟着地板直层一直线,这样不叫打直,OK,这样是叫打直,然后呢,你要调高度,高度老师告诉你的,对不对,as long as the arm is like that, 那这个高度你可以,如果你的arm是这样,太低,调高,如果你的arm是这样,太高,调低,OK,就转这个旁边,好,那你调完之后,第三个步骤,确定我是坐在正中间,center,开着这个paddle,paddle眼睛开了,往上, 再去找两个黑键,在正中间一定有两个黑键,所以你来,你这边,照靠近点这个键盘,眼睛先看paddle之后,paddle,看完了,往上,那现在,正中间的这个两个黑键的, 哦,tiffany,帮妈妈照到这个情景,哈,第一个黑键,是这两个哦,第一个黑键,下面的这个白键,就是middle C,正中间的middle C,照这儿,照这儿,就是你要回去找,给妈妈弄,对,放手来讲,给妈妈弄,照到这个键,这个就是对准你的,paddle button肚脐,就是告诉你中间了,OK, 那中间找好了,然后,make sure,脚跟着定,去support,然后,上半身稍微能够往前倾一点点就好了,这样一点点,这样不要太多,这样太远了,这样子叫做它,这样太近了,这样太远了,OK,让它上半身往前一点,好,那这个步骤这样就完成了,完成之后,第一页先练,十六,page sixteen, 那让它自己去找,那,要谈之前,先让它指出来,说出名字,quarter nail,四分音符,一排,这个步骤很重要,因为它要知道它在列什么,指着这个card line,说,slur,融花线,指完了再指这个,double bar line,双小节线,the end of the piece,这三个东西讲完了, 让它把手指头摆上去,让它自己找,OK,摆上去时候,这个是手型,好,那之后,Tiffany就自己讲,自己读,tube,你看,要抬这么高,下去的时候,碰到这个地方,靠近tip的地方,因为这样它手指头才能够curve more,这个用意,不要让它摆到这儿,你看,摆到这儿, 它没有办法curve了,所以抬的这个动作也要注意,tube,然后,数着,让它按,越久越好,至少五秒之后,你的五秒,一,二,三,四,五,这么慢,注意指尖不能这样,notice,接下来,想和自己讲出来,three,然后你再数,五秒,二, 二,三,四,五,如果它手不够,你记得,仰威坐在它右手边,你的大拇指放在wrist,第三指顶在手掌下面,让它手掌可以拱起来,这样才是圆的帮它,OK,记着,手肘不要加,没有这个姿势,下一个叫它自己讲出来,four,抬高,然后你就让它按着五秒,手都不能摇哦, 都不能这样摇动啊,一看到这样,就不行,重来,然后五秒过了,叫它自己讲下一个fingering,three,抬高,再下去,一定要叫它讲出来,讲出来的用意是make sure它在读谱,讲完了之后,它讲,two,放下来这个动作很慢,抬高也要让它很慢,three, 就这么慢,慢慢放下来,OK,尽量越慢越好,然后比如说五秒钟过去了,再讲下一个four,哎呀,五秒过去了,那你再叫它讲说read the next one,four, 然后按着五秒之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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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到这个check mark,自己讲,and同时做这个动作,然后再下去,自己摆好左手,然后你说好,那ready,讲,two,就这么慢,嗯,那五秒钟, 然后再下去,再下去一个three,都是它讲,你都不用讲,你只是帮我看,手行,还有帮我数,是不是好,五秒太快了,你觉得要让它按得久?four,注意哈,这边都不要让它弓起来,再一个,五秒后下一个,它就要讲three, 然后再下一个,然后再下一个,叫五秒,它讲two,抬高,抬下去,如果五秒过了,再讲three,好,另外五秒就过了,让它讲four,同时抬起来,下去处近的地方要注意,four,好,那你说五秒了,好,下一个,那它就讲four,抬高, 高,放下去,好,那到最后一个地方,结束了,double bar line,也叫它讲这个东西,and,同时这个动作做出来,清楚了吗? 哦,那这个是第十六页,那十九页跟二十页,二十页是大声跟小声,ok,练习方法一样,小声也是要抬起来,比如说,假如这个踏手,好,二,那你说,好,准备,找到这个手指头摆的位置之后,你说,好,开始了,那它就要去讲这些sign, 还没有开始之前要讲这个,footed,play loud,quartered note,one bit,half note,two bits,slur,piano,play soft,这些统统都要讲一次之后,再开始练,每天的话先讲完,那也要练什么东西,把那个note的名称讲出来, 这个步骤很重要,讲完了,再练,那唯一不一样的就是,这里有大声小声,我让你听一下,模仿大声小声,哈,比如说这个是page twenty,假如它是大声的话,第一个音,two,讲完之后,用力,直接用力,嗯,那如果第二个乐句是小声,你一样要抬高,可是,不要用力, Don't think it too much,告诉它,它就直,就马上下去了,轻轻的,它一想的话,它会有这个动作,它会讲,它会pause,僵硬了,它弹不出来,soft,这是另外一个要句,OK,那,现在我回头录,十九页,十九页,当它讲完, Quarter note, one bit,slur, half note, two bit,之后, 达部分来,它把位置找到,有四分音符跟二分音符练习不一样啊,你说好,ready,那四分音符,它要讲fingering, two,好,一样按五秒,四分音符,它讲fingering,three,讲完,抬高,二分音符,half note,不讲fingering,你让它抬高,那个指头,比如说那个指法是four,抬高,然后呢,下去的时候,嘴巴数,二分音符,不讲fingering哦,要这样数哦, 好,碰到键的时候就是one,它在数拍子,因为它两拍,那你说好,你把它数五秒之后,好,你说下一个,它的嘴巴就会数two,两拍,五秒之后你说好,可以,那它会说and,那下一个句子,四分音符,讲fingering,four,五秒钟,四分音符,讲fingering, 三分音符,二分音符, half note,它不讲fingering,它抬高,然后按下去的时候,嘴巴数,one,五秒哦,要平均了,然后你说完,你说好,下一个,two,在五秒钟,五秒过了,你说好,可以了,它说and,抬高, 好,再准备下一个句子,ok,这个是十九页,四分音符跟二分音符的练习是这样子,alright,二十页也是一样,啊,二十页,四分音符,它嘴巴要讲fingering,二二三三,二分音符, have no,不讲,不讲,它抬高它的手指头,它看到四嘛,对不对,假如这个是page twenty,它讲四分音符,二,五秒,二,四分音符,三,三, 就是大声,好,二分音符,它看到四,抬高四,不讲指法,要数拍子,碰到才数,一哦,one,五秒钟,two,另外一个五秒钟,下一个还是二分音符,那它不讲手指头的指法,它抬高,抬高,下去, 数拍子,one,五秒钟,two,五秒钟,ok,所以这十九个二十要这样子练呢,ok,所以如果它有点confused,要问你再帮我跟它讲,你懂哈,你懂我的意思哈,如果你还是confused,你要发message给我,好,你发个那个我看看,它如果今天或明天练完了,十九页跟二十页, 你发一个feel子给我,好,我看它练对,还是练不对